Hello 歡迎收看酒瓶故事 我是Gary 今天突然插一旗意大利酒 是想向一位偉大的釀酒師致敬 而這個酒莊也是漫畫《神之水滴》裏面的第六門徒 尼納菩薩 同名的莊主老先生 在長期與癌病鬥爭之下 今年的1月5日離開人世 享年76歲 老先生出身在木匠的世家 不過憑著他對釀酒的興趣 17歲就加入了意大利的傳統老牌酒莊 Giacomo Borgonio學做酒 後來因為要復冰液離開這間酒莊 復完冰液之後入了Marquis de Brannolo 做到最後擔任酒教主管 一路做到1990年 不過如果你也是他的粉絲 應該知道Lutrano Sandone的酒 最早可以數到1978年 不過一開始的時候 他只不過當是興趣地釀酒 沒有打算要賣出市場 但命運注定要這間酒莊不甘平凡 因為機緣巧合的情況下 在1981年的酒展上 認識了美國的進口商 當時那位購買 試完他第一年的酒之後 就差不多買了他全部 一部總共1500瓶酒 我要殺 又可以 有什麼 當時他的酒 連類型的設計都沒有 就這樣寫著Barrolo和莊主的名字就算 用一炮而紅來形容這間酒莊 一點都不過分 然而市場對這間酒莊的熱愛 在之後都沒有減退 甚至再被1990年那支 單一田 Tanobi Borkis 爆上酒莊的頂峰 1990就是莊主正式離開 Marquis de Barrolo 全心全意打理自己酒莊的第一年 一出場就成為全Barrolo第一個 拿到Robert Parker滿分的酒莊 當然1990是Barrolo的絕佳年份 但當時Robert Parker興奮到形容他是 Super Sandrine 水準穩定到不可思議 甚至說只要你有辦法找到這個酒莊的酒 無論如何都要買幾支收入酒櫃 他的威水史暫時在這裡停一停 為了有部分觀眾可能不太熟悉意大利酒 在這裡說回那一區的基本資料 首先無論你多不認同也好 意大利酒在亞洲的知名度就是及不上法國 但其實在葡萄酒的世界裡 意大利和法國無論是質素或產量 大家都是屬於大佬級別 只不過前者用的葡萄 和平時大家認識的International Group 完全不一樣之餘 品種更多到嚇死人 只是官方認證的都已經有350種 我現在就逐個逐個為大家講解一下 對不起 其實我也認識不太多 不過要接觸意大利紅酒 又不用拿書出來背這麼誇張 最開始一定要記住 1A3B 1A3B就是意大利最標誌性的三款酒 A就是東北部的阿瑪朗尼 幾乎專門用風光提子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用它 來獨害身邊不太喝葡萄酒的朋友 看它夠厚身 貼合到普遍人對紅酒的形象得來 又輕輕帶點甜味 提子乾的味道更加是鼻塞都聞到 另外3B就是中部的BDM 和分別叫做意大利酒王和酒厚的 Barolo和Barbalesco 叫做Barolo和Barbalesco的 就一定是獨菇一味 用Labbiono這隻提子 這隻提子如果用傳統的方法做出來 在年輕時會以為是一些很便宜的葡萄酒 因為它會非常酸非常黏 而且沒有什麼果味 不過在經過10年以上的Aging之後 就會慢慢呈現出當玫瑰花瓣的香氣 再加上檀木、巧克力、新香料等等 非常複雜的層次 絕對不會輸給任何國家的大酒 不過我想你都聽得出問題所在 傳統派的Barolo 行行你都要十幾二十年的Aging 實際情況其實還遠超這個數字 無論是對於飲家 又或者是酒莊的現金流都非常不利 所以這區大約在二三十年前出現了新派的酒莊 他們的酒可以在年輕時就飲用 到底什麼叫做傳統派 什麼叫新派呢 留待下一條知識的影片再講解一下 現在只需要知道新派Barolo最大的Benefit 是不需要Age十幾年 香氣和口感都可以很甜美奔放 但是舊派酒莊就好看不起 這些用來迎合酒瓶家和消費者的酒 簡直覺得他們是毀了Barolo這個名 當年他們真是打了大膠 不過在時代變遷之下 舊派慢慢學習到新派的技術 新派又了解到舊派優雅的風格 逐漸變成了既優雅容易親近 又不失傳統的半身派 當中的表表者就當然是今次的主角 Lutrano Sandrine 在漫畫《神之水滴》裡面 就用尼納菩薩 人類真正的溫柔 來形容這種風格的Barolo 就算遠風一清多不復書都好 在喝了一口尼納高潮源之後 也只能夠佩服 在老先生這四十多年的努力下 Lutrano Sandrine 已經不再是指出Barolo的酒莊 除了單一田的藍泥堡 和混合了不同酒村的啡泥堡之外 還有比較容易喝的綠泥堡 和兩款用其他提子釀造的 紅泥堡和紫泥堡 不過要數最特別的 一定是它2020年發佈 算是比較奇怪的酒款 Fittitalian 一推出市面 就立即成為它的旗艦酒 索價三千大洋 它其實都是一支單一田的Barolo酒 不過在它臨造Bottling之前 它也不太知道那塊田種的 是否真是Nabbiolo 因為它有齊了這隻提子的特徵 唯一不同的是它的濃郁度非常高 濃到幾乎拿不出汁 而且提子皮的顏色 比起平時Nabbiolo深色很多倍 去到深藍色 一開始它也是在1987年 偶然發現這隻品種 本身都是玩玩試試種 後來發現這棵東西 一點都不簡單 前前後後 用了25年的時間做實驗 去到2013年 第一批神秘的提子 終於開始正式投產 再在2017年 找了意大利國家研究中心 去做DNA測試 證實了這棵東西真是Nabbiolo 就在2019年 正式用Barolo這個名字發佈 Wise Pateta的編輯 親身在Lutrano Sandroni的莊園試過 說這杯酒是人生中 最不能夠理解的Barolo 因為它非常非常濃郁 但它的確是用Nabbiolo 做出來的SuperBarolo 目前仍然未知道 它是不是變異出來的Nabbiolo 但唯一知道的 是全個產區只有它一個 用這種SuperNabbiolo來造走 一個這麼有魄力 又充滿好奇心的人物 離開了我們 絕對是酒界的一大損失 緊向這位偉大的釀酒師 Lutrano Sandroni致敬 以我出片的速度 下條片應該都要講 情人節必備的那一瓶酒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